財經消息方面 本國的柴油價格 自去年六得破紀錄的高位之後 由去年11月開始回落超過三成 有專家就認為柴油價格下跌 可能是經濟放緩的信號 石潤星的報導 柴油的平均價格 有去年11月時的每公升2.3 足部回落至今個星期 每公升1.53 相比起汽油 同時期的汽油平均價格 由每公升1.74 下調至1.59 分析認為貨運業和鐵路運輸放緩 是柴油價格過去六個月 下跌超過三成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有專家形容 由於疫情期間所出現的貨運樽頸問題 現在已經逐步解決 不過就指貨運業現正面對貨運衰退 不少貨運公司面對需求以及運費大跌 為了減省開支 他們需要減慢貨輪的速度 以至省柴油的消耗 同時也減少包租船隊的數目 以至省開支 有經濟分析師認為 由於本國的借貸成本上升 加上電鋪產品庫存量較正常的多 亦都間接導致北美的貨運業出現貨運衰退 有分析認為 柴油價格持續下跌 將能為消費者帶來舒緩 本國的通脹率由2月份的5.2% 回落至到3月份的4.3% 有4份的5份的3份